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情况 那么在今天的新加坡大满贯男双比赛当中爆出了一个小冷门 这个冷门的话呢,是出在一场欧洲内战当中 来自于瑞典的组合法尔克和卡尔伯格 最终是3比2险胜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法尔克的话呢,是2010年时评赛的男双冠军 但是他的搭档卡尔森目前已经不再跟他搭配了 卡尔伯格作为一个瑞典新兴起的一个球员 跟这个法尔克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默契 两个人过往几届在这种大赛当中的表现都乏善可陈 反倒是他们的对手勒布伦兄弟这几年的上升速度非常的迅猛 小勒布伦甚至已经杀到了世界排名前十的位置 在此前刚刚结束的釜山世平赛上 法国队更是一路杀进决赛 在决赛当中也给中国队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所以赛前大家相对更看好勒布伦兄弟一点 结果的话呢,配合更加默契 个体实力更强,体能也更加充沛的勒布伦兄弟 最终是2比3被法尔克和卡尔伯格淘汰出局 算是爆出了南双比赛到现在为止以来的一个最大冷门了 因为两个人的排名也要比对手高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 南双比赛还没有出现排名低的选手 击败排名高的选手 而对于中国队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咱们前面提了 勒布伦兄弟这几年的上升速度非常快 包括在釜山世平赛上 也让中国队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对手应该是咱们赛前重点关注的 另外的话那勒布伦兄弟这种纸板型的打法 这种怪异的打法 也是让中国队稍微有一些不适应的 毕竟咱们是地处亚洲的 平时跟这两兄弟的交手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借助卡尔伯格和法尔克之手 将这对兄弟给淘汰出局 南双的这阵冠军的话 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会相对比较稳健一些 这次的话咱们是派出了两队南双选手来参加 分别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世平赛冠军以及上届新加坡大满贯的冠军 樊振东和王楚清 另外的话则是一对比较新的组合 那就是林高远和马龙的组合 那么两个人在法尔克和卡尔伯格击败 勒布伦兄弟之前 全部都已经打完比赛 而且也都顺利晋级了 相对而言的话 马龙和林高远的晋级之路会稍微困难一点 他们是三比二险胜对手才打进了这一轮的 那这样的话中国队的双保险就已经是双双进入到了下一阶段的比赛 对于中国队来说 能够拿到这枚男双金牌的概率也就更大了 当然了 法尔克通过跟卡尔伯格的配合能够击败勒布伦兄弟 也说明这名瑞典老将 他的双打实力是非常在线的 可能给他配一个什么样的搭档 他都能很快找到感觉 而卡尔伯格自身的整体实力也是不错的 只是很少去打这个双打比赛 现在两个人进入佳境之后 尤其是淘汰掉勒布伦兄弟之后的士气 肯定是非常的高涨 也是需要中国队对他们提起万分的警惕的 那么马龙和林高远包括樊振东这三名球员 在此前的单打比赛当中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而三个人的话呢 也没有参加混双的比赛 所以说这块男双金牌的话 则是他们在新加坡大门冠唯一可以去争取的荣耀 尤其是马龙和林高远 因为樊振东的话呢 拿过新加坡大门冠的两届单打冠军 也拿过男双的冠军 说实话 这个冠军对他来说有点激励 实之为弃之可惜 而马龙和林高远在新加坡大门冠比赛举行了三届以来 还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一个冠军的 所以说这两个人对于这个冠军的渴望程度 还是会非常高的 那么期待两队中国选手可以会师决赛 提前把冠亚军给包揽吧 因为如果两个人能够 两队选手如果能一直赢的话呢 是有机会最终在决赛当中相遇的 毕竟 今 queen 猫